本期视频主题,丁俊辉中远台进球连打代K,效果堪称完美,奥沙利文尝试复制,遭翻车。 现在台面球形非常的复杂,而丁俊辉利用中远台进球连打代K,一干球就轰出了一个新天地。 当时,奥沙利文并没有参加本项赛事,坐在演播厅的火老师看到丁俊辉如此精彩的表演,当然是十分的手痒了。 李吉表示自己也要试一试,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奥沙利文复盘时的画面。 因为你个的Rocket,我们给你一个个人。 你让我一个个人吗? 是吗? 是吗? 是这些複的複蜇,当然是什么? 我们在那边点过招 发工的 sebete,你跟着重点下来,说中间。 我们在红色的複蜇就像这样。 我们在接近的複蜇蜇。 两只需以这种複蜇蜇。 这些颜色会跟着角色的主石。 因为人家在家看的东西看,会想像是这样。 How on earth do I place it on? It's a bit like a golfer when they get backspin or they kind of they stop it from spinning You can just control the spin in the white And you know sometimes if you want a deep screwed and you have to really accelerate through it And get low on the white You know and then there's sometimes you just want to go for a little bit softer So you can it's a softer sort of hit So but this one is much more of a like a real Hey Because as soon as the spins off the white the white stops doing everything 即便是天赋异禀的奥莎利文也尝试了三次才基本成功 可见丁俊慧这一杆连打带K却是有一定的难度 其实众多体育画面被球迷视为经典 真相传送并不仅仅是因为难度高 更多时候是取决于球员临场状态以及神来之比 这也是为何奥莎利文复盘自己147分内杆K球 以及吉米怀特复盘自己的世纪解球 均屡屡屡失败的原因 而本局中定俊慧也凭借着自己最干霸气的连打带K 一干清台拿下了本局胜利 12 12 冯凤凤平时喜欢收集斯诺克的数据资料 例如球员交手记录奖金收入冠军数量等 各位小伙伴如有想了解的信息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平时你也喜欢缝缝的视频请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哦 17 2021年祝愿每一位球迷朋友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的陪伴 也希望各位小伙伴继续支持和关注我 让我们期待新的一年 再次缝缝为大家整理了丁俊辉职业生涯的一些相关数据 大家可以留意屏幕中的文字 24 25 23 23 26 22 23 23 40 41 47 48 6 61 69 76 77 84 92 93 93 100 101 101 108 118 110 117 122 122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蔡英雄族的同红 各位小伙伴值得点赞关注哦